唐新爵正在与精灵对峙 准确地说 是在和捆绑着变异精灵的另与黑器对峙 越穷 唐新爵一边用马桶揣吸住精灵 一边分身提醒盾牌女生 还能清晰说出黑物操纵者的名字 紧接着 一道笑声从黑物中传出 不太公平啊 好像全世界都知道我的名字了 我却还不知道你的 郭果躲在唐新爵身后 紧紧握住吊坠 默念净化口诀 还不忘记吐槽 告诉你名字 等你来诅咒吗 从比赛开始到现在 我们虽然对这位口罩男孩没有太多了解 但有一点可以确认 这活绝对是个变态 只是不知道是被游戏给弄变态的 还是本身就有反社会人格 精灵尖力嚎叫 打断了他们的对话 他对黑物没有办法 只能把全部毒液都对着六零六喷 绿色粘液铺天盖地地 撒在私人的防护罩上 腐蚀出一个接一个的空洞 这样下去不行 防护罩损失太多了 盗篷给我 我出去 精灵就在亮衣杆上 如果我能顺着护栏外跳上去 就能把精灵套进来 你疯了 如果掉下去怎么办 张油刚要开口 斗篷就被郑婉晴夺走了 他将斗篷套在残缺的右手手臂上 抬头一笑 都别争了 我刚和星爵说了一个方法 等着瞧好吧 他用右手抓住栏杆 一翻跨在上面 右手向前一挥 巨大的钢铁虚影横空出现 狠狠撞向心灵 只是这次 钢铁拳头上 又多了一层鼓鼓的斗篷 一声中响 精灵脑袋都被锤凹了进去 疯狂挣扎 又是邦的一声 只不过这次是飞上来的盾牌 恰好给他补了一刀 多重围捕四面埋伏 精灵在马桶穿犀利加持下 无处可躲 只能被斗篷当头照下 尖叫半嗓 才彻底安静 斗篷里又多出一只硕大的蓝色精灵球 郑婉晴接住斗篷 就翻身跳回 敏捷和平衡力 完全不像手臂不全的人 在他身后 一缕黑气失去猎物 从斗篷中悄然逃走 可惜他虽然顺利逃过了铁拳 却没能躲开另一股犀利 三楼阳台上 月穷陡然皱起了眉 他附着在黑气上面的一缕神石发现 犀利来自内柄已经对准了他的马桶揣 橙红色的橡胶头内部是漆黑的圆洞 仿佛一张亟待进食的血盆大嘴 然后这张嘴啊呜一下 把黑气吞了进去 我刚才 是不是 被吃了 从理论上来讲 黑物是月穷的异能 也意味着 他想切割多少意识 附在上面都可以 就算把整个脑子放上去都没问题 口罩上方的眼睛 泄去了虚伪的笑意 月穷面无表情 幸好他没那么做 否则现在就因为脑死亡淘汰了 虽然已经知道唐新爵手中有马桶揣 但还是远远比不上第一视角正面看到的冲击力 更不用说 这只马桶揣子就在刚刚一口吞掉了他的黑物 相当于硬生生吃了他一部分的生命值 那部分意识在泯灭前 也将这段体验分毫必现地传回他的大脑里 月穷的手攥紧围栏 好在口罩遮住了脸色的变化 让人看不出他现在脑供血不足的模样 与此同时 606阳台上 唐新爵收回马桶插的第一时间 就是查看橡胶头是否受损 顺便看看能不能把刚刚吃的给吐出来 吐出来 不可能的 马桶揣拒不配合 甚至还打了个格 剩下三人一处理好精灵球 赶紧过来围观 怎么样 没业住吧 目前来看好像一切正常 新爵 你让他涂下水 张友一脸严肃按住橡胶头 马桶揣是有过基石并力的武器 因此 在不能确定食物安全的情况下 唐新爵不打算再使用他的吞噬能力 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饿肚子 马桶揣这次一看到诅咒黑雾 就迫不及待地主动一口将人家吃了下去 果果看看唐新爵 又看看张友 眼睛里充满迷茫 等等 只有我一个人有问题吗 现在规则是禁止考生之间互相攻击对吧 那黑雾是月球的异能 刚才马桶揣吃了黑雾 这算公鸡了吧 果果害怕待会儿游戏突然降下一个违规惩罚 把马桶揣给收了 什么公鸡 吃饭的事情 能叫公鸡吗 马桶揣赞同地吐出一股水柱 打在斗篷上 他的金属感手柄处闪过一道灰色的暗光 仿佛要形成什么图案 最终却什么都没出现 依旧只有原本的三道骷髅图腾 分别代表着穿梭 肩豪和护甲 成功吞噬了一份能量 却没能继承这个能量对应的属性 众所周知 马桶揣不会无缘无故吃东西 唐新爵这话乍一听 倒是颇像一个无脑包容熊孩子捣乱的父母 但是把这话听进去后 三人表情顿时有些微妙 对啊 马桶揣对吞噬目标从来都十分挑剔 仅限于副本内含有鬼怪能量的特殊物品 那月穷的异能黑物 是怎么通过这一筛选标准的 反正来看 如果马桶揣是按照一贯习惯去吞噬的 那确实没有违反规则 规则没反应 就说明被吃掉的黑物 被判定成了某种和鬼怪能量差不多的东西 已经不属于玩家范畴了 四人对视一眼 默契地按下眼底的震惊 将这一信息记在心里 这个比赛几乎每时每秒 都不断有新的爆炸性信息出现 如果是单打独斗 或者是不擅长分析的寝室 很有可能已经晕头转向 更不用说还要跟上紧张的比赛节奏 但唐心绝可以 将转瞬分解出的信息都纳入脑海 他没有再继续谈这件事 心中掐着不断流逝的秒数 垂眸向护栏下方望去 快来了 第一百八十几 快来了 第二波精灵马上就要出现了 池海之中 精灵连接的另一端 盾盘女生疑惑的声音响起 什么快来了 他刚刚忙着帮忙打怪 差点忘记了要问唐心绝的事情 现在想起来立即补充 对了 你刚刚跟我说 不要让这个男生在我的阳台上待太久 又是什么意思 这次 他很快听到了唐心绝的回答 宿舍是考生身份的归属 如果不同宿舍之间 能随意窜门躲藏 那你有没有想过 实力差的人 抓不到精灵的人 都想躲到你那里 你怎么办 女生后知后觉 转过头向外看去 捕捉到不少 正向这边探究的目光 如果不考虑暴露在外 互相攻击的危险 以考生现在的身体素质 在宿舍楼之间攀爬跨越 并不是一件难以企及的挑战 他嘴角一抽 又听石海另一段说 况且 游戏从来不会给我们留下 可以钻空子的空间 你说的对 告密者阵营 还有两间寝室存活 也就代表至少有六条规则 还没有公布出来 谁也不知道什么行为 会触犯隐藏规则 给他们带来致命危险 结束对话 盾牌女生转头 看向马小伯 一会儿我帮你回去 有盾牌辅助 你应该不会半路掉下去 马小伯挠挠头 虽然不知道为什么大佬 又突然改变主意 但能安全回寝也是个好事 于是 他一边连声道谢 一边憨头憨脑往下张望 那我和宿舍兄弟说一声 老李 老张 我在这儿呢 你们一会儿接我一下 随着声音呼唤 从一楼探出两个毛茸茸的脑袋 还没等马小伯露出笑容 只见那两个脑袋 摇得像两只波浪鼓 接个屁啊 在马小伯的愕然中 两个室友忧怨的向外一指 只见一楼外地面的诡诀雾气中 宛若煮沸的水冒泡一般 一块又一块泛着青黑色的巨大泡泡开始鼓起 并又逐渐脱离地面 向上飞起的趋势 就这一露神的功夫 室友已经飞快缩回寝室内 只有吼声鱼音绕梁不绝 你爸爸我还不想死那么早 青黑色泡泡飞到三米高的位置 猛地爆裂开 无数只和先前的变异精灵一模一样的蓝色怪物高声嘶吼 一向一楼跳了下来 第二波 与第一波截然相反 第二波精灵是从一楼开始一层层向上跳的 在这波精灵出现的第一时间 实力相对较弱的警示 已经窗帘一拉 关门大吉 宁可不要这些比赛得分 也好过被抓到空中再扔下来摔死 正如规则提示所说 精灵捕捉的难度是递增的 被捉住的精灵数量越多 下一波难度就会越高 第一波的精灵只会喷射毒液 第二波就学会了用利爪发起攻击 甚至丝丑护栏和亮衣杆这种阳台建筑 主动向考试的领域进攻 庞心诀根据目测得出结论 共有二十只 活动规律与第一波相同 预计一分半之后来到我们这里 到我们这里时还能收下几只 五只左右 那我们抓几只 全都要 在精灵随着出现次数而难度递增的情况下 当然是越早抓捕越有力 所有人都懂得这个道理 但理论之所以是理论 就是因为一落实到行动上 就完全是两码事 如果旁边如临大敌的寝室听到唐心诀等人交流的这几句 一口老血喷出来 全都要 谁不想全都要 但是他们做不到啊 他们要是用同样语气说出同样的话 估计室友可能会以为他们受刺激疯了 但是唐心诀说出后 606没有任何一个人提出异议 他们一旦做出决定 就算再难 也要迎头而上 绝不后退 精灵的嘶吼声和烤声的叫喊混合在一起 空气中的腥臭和血腥味 每分每秒钟的加密 代表着一只又一只精灵被成功捕捉 三楼 蹲牌女生收起斗篷 撕开一张创可贴拍在手臂上 姐 这创可贴好像还没您的伤口大 这能行吗 翻腾抖动的斗篷上方 蹲牌女生被精灵力照抓过的胳膊血流不止 创可贴几乎是瞬间就被鲜血浸透了 女生却好像毫无所觉 蹲牌女生低头看了一眼 脸上没什么变化 我没有绷带 为什么能把这句话如此平淡地说出来 这就是强者的事件吗 马小博慌张地摸了摸口袋 被精灵抓上来时有点仓促 也没带什么药品 于是小心翼翼探头 看向阳台另一端沉默不语的三个男生 试图套近乎 他本来以为盾牌大佬名声轩鹤 普通考生为了教好 碰到这种情况肯定不会拒绝 然而没想到 只有自己的话音在空气中独自尴尬 对面却理都没理 如果说靠着墙角像罚阵一样 有些色酥的两个男生 好歹还看了他一眼 独自依靠在护栏上的口罩男 更是连眼皮都没抬 一如刚才精灵跳上来时一样 视若无睹 就在马小博不知所措时 盾盘女生声音冷冷响起 别靠心他们 他们是告密者 什么 马小博险些咬到舌头 后退的步伐太快 差点闪了自己的腰 接住摇摇欲坠的马小博 盾牌女生瞥了眼月琼 令他意外的是 月琼自从和唐心诀 抢夺精灵失败后 不知为何 整个人都安静了下来 就连这一波精灵跳上三楼 他竟然也没有出手争抢的意思 任凭盾牌女生一个人收走两只 女生可不相信他能大发善意 觉得他多半是又在酝酿什么阴谋诡计 月琼目光冷漠 对外界审视的目光无动于衷 一是因为有伤在身 二也是忌惮606那几个女生 尤其是那根马桶揣 为什么马桶揣能对我下手 游戏规则却毫不阻止 难道他有什么特殊能力 甚至能骗过规则 在普通人无法看到的地方 一道黑雾正在环绕着 他的心脏位置缓缓游动 宛如一根无风自动的针线般 仿佛在修补着什么 双方心思各异 谁也没有说话 只有马小伯茫然又小心地打量扮上 最终觉得还是爱不过良心 对盾盘女生聂诺道 要不然 我去你寝室里找找看 有没有绷带什么的 第181集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精灵抓伤的地方 也有毒性 看这出血量 马小伯怕他失血过多而亡 再者 他站在阳台上 估计也帮不了什么忙 还不如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 得到允许之后 马小伯这才松了一口气 小心翼翼走进寝室里开始寻找 同一时间 剩余几只精灵已经攀跳到了六楼 和唐新爵推测的一模一样 经过前五楼考生的抓捕 此刻剩下的精灵数量不多不少 刚好五只 唐新爵与郑婉晴对视一眼 飞身而上 近战能力最差的郭果 在后面按计划布置 看到精灵张牙舞爪跳上来的瞬间 眼皮不由自主打了个战 也不知道游戏是怎么起名字的 还小精灵 我看着青面獠牙怪还差不多 大学城真的喜欢天上吊这玩意儿 他小声吐着槽 又飞快地将烟花拆分开 绑在幸运弓箭上 然后咬着后槽牙拉开了弓 四道箭矢全部射出 这是他们刚刚临时想出的计划 这些精灵一般不会跳到同一个阳台上 基本都是远远地分散开 要想同时将他们一网打尽 就必须用其他方法将他们吸引过来 第二轮的精灵随着实力大涨 脾气和攻击性也直线上升 在这种情况下 仇恨值也就有了用处 果然 被信用弓箭射中的精灵 无不愤怒嘶吼 鳞片在弓箭的后背上片片竖起 发现攻击他们的是一个瘦瘦小小的女孩后 立即自找并用狂奔而来 藏心觉解决掉一只 扎紧斗篷 他们身体力量的确强化不少 就是脑子还没跟上 第二只精灵高高砸下 藏心觉在围栏上脚尖一点 借着亮衣杆把身体向后抛去 锁开了毒牙与爪子的夹击 斗篷一扬 以极快的入住照住这两只 手中布料连续下沉 又有两只精灵球到手 还剩两只 张游有点担心的看向斗篷 里面已经沉甸甸装了六只精灵球 哪怕不提重量 剩余能用来装精灵的位置也不多了 唐心觉却不着急 忧着斗篷来回晃了晃 而后就在众目睽睽之下 斗篷里篮球大小的鼓包开始飞快收缩 半秒不到就变成了碗口大小 小小一堆挤在一起 竟显得黑色斗篷有些空荡 数量到达一定程度 这些精灵球就会自动变小 毕竟我们还要用斗篷 游戏至少还得留点活路 唐心觉反手一马捅拆 将一只精灵处进阳台 侧身回忍担心 等于另一只精灵 坑坑洼洼的头顶 精神力与斗篷同时施压而下 使怪物发出一声尖锐气豪 要把他收进去的前一秒 唐心觉手上的动作却输得停下了 他抬起眼 郑婉晴三人正在对付 落在阳台里的另外一只精灵 精灵凶恶敏捷 战斗经验丰富的三人也不成多让 很快就将怪物压制住 张游正在思考找什么东西 把精灵先捆住 等唐心觉下来再收 眼前却呼得一口 斗篷被唐心觉扔了过来 正落在他手上 你们先说 为什么 张游问到一半就止住 明白了过来 每一轮存余的最后一只精灵 会自动变异升级 如果唐心觉先收走上面那一只 那么接下来最先面对变异怪物的 就是他们三人 默契让他们无需多言 也没有必要在这种关头推拒 全然信任就是回答 张游只点了一下头 就无比利落地扯起斗篷 向下一招 解决了倒数第二只精灵 几乎是同一刹那 唐心觉脚下踩着的精灵 忽然发出一声极其高亢的怪叫 整只身于以前所未有的力度疯狂挣扎 几乎要将唐心觉的身上去 张游连忙把斗篷扔过来 唐心觉伸手接住的时刻 精灵已经完成了变异 两只由森森白骨组成的畸形长翅膀 从精灵身体里张开 又重又快地向下扇 唐心觉半个刹那的犹豫都没有 直接纵身向下跳 有了翅膀就代表不再受限于原本 跳跃攀爬的移动方式 那么一切战术和计划 都必须立刻推翻重来 果然就在唐心觉跳下来的后一瞬 生出双翼的怪物 猛地向上飞起 后背上的骨骼一节节攻起旋转 似乎要把身上的人给甩出去 然后他才后知后觉意识到 唐心觉已经不在他后背上 唐心觉单手挂在六零六护栏下方 在五零六考生惊恐的目光中 望着精灵的方向点点头 还好 这一轮依旧没有强化智商 比起上一轮变异的身体膨胀 这一轮精灵似乎是为了配合翅膀 身体反而萎缩下去 包裹着毒液的线体 全部退化成坚硬鳞片 四肢缩短 爪子变大 刀锋般的漆黑指甲足足有半个手臂那么长 让人怀疑一爪子下去 寝室护栏能不能撑得住 已经变异的精灵力叫着飞上楼顶 就在众人以为这一轮已经彻底结束时 扇着翅膀的畸形身影 忽然又从楼顶边缘冲出 闪电般向唐心觉寝室俯冲而来 真记仇啊 唐心觉感慨一句 旋即手中斗篷一抖 风驰电车往晾衣杆上一挂 黑色布料哗的向下扑开 刚好遮住四人面向阳台外的空间 下一个 精灵就直挺挺冲进了斗篷里 立地成球 牛逼大发了 白哥 白哥 他们的第几只了 有没有六七只 A栋303阳台上 几个男生半蹲着 忙碌地鼓刀着什么 其中一个人偷偷观察对面的情况 看到606的五连纱操作时 眼睛都直了 卧槽之声不绝于口 被称作白哥的白皙男生 下意识抚平额头上一缕翘起来的卷毛 淡淡道 哦 八只了 学亮比人没文化 一句卧槽走天下 他数了数自己寝室的抓捕数量 立刻戴上了痛苦面具 不是吧 我们这边才四只 他们已经八只了 还是没到奖励标准吗 那我们得抓多久啊 每个寝室的奖励标准是不一样的 实力越强的寝室 标准就越高 第182集 每个寝室的奖励标准是不一样的 实力越强的寝室标准就越高 随着这句话 他终于在忽兰底部翻岩上找到了想要的东西 修团的手指轻轻一扣 昏凝土翻岩就被卸下一块 露出皱皱巴巴的一团纸 展开斑驳的纸面 上面犹如血迹的数字便露了出来 十一 这是 这就是我们的奖励标准 我们至少要捕捉到十一只精灵 才能拿到最终奖励 白溪男生声音很轻 却有一道沉静的力量 我靠 小德神 惊呼声响起时 站在白溪男生对面的一个室友 立刻对了唠叨男生一杵子 郭梁闭嘴 张池你有病啊 我没说话呀 四人面面相去 如果郭梁没出声 那刚刚的一嗓子是谁喊的 我靠 我靠 四人同时猛地转头 就见到隔壁寝室不知何时 探出一枚男生脑袋 惊呼声就来自他的喉咙 男生嘴巴张成一个圆形 直勾勾地看着他们 神情惊恐 你们 你们没死啊 304的考生们本来好端端躲在寝室里 忽然听到隔壁有许多人说话声响起 还以为是闹鬼了 结果一出来才发现 真的闹鬼了 站在那里唧唧呱呱个不停 姓郭的板寸头剑起男生 我明明记得他在比赛刚开始 走出来投降的时候就被案件偷袭死了 还有后面那个姓张的瘦高个 难道不是第二个任务阶段 就被告密者的毒蜘蛛给咬死了吗 他们怎么全都炸尸了 白皙男生用力按住脑门上炸起的毛 露出一抹温和的微笑 同学 这是个误会 什么误会啊 我亲眼看见你们死了 游戏还通知了呢 震惊令人口不择言 304一嗓子扩散开来 附近许多寝室都注意到了这边的异常 什么情况 米赛里死人还能复活 连顿牌女生都从无时无刻的备战状态中抽出来一瞬 诧异的杨启梅 看向那间固有印象 还停留在倒霉的寝室 蠢人 包括月穷在内 只有少数人对此没什么反应 有的是在全心准备下一轮精灵出现 有的人是早已推测出真相 对三灵室的寝室情况并不意外 最高层郭果甚至还小小欢呼了一下 被发现后立刻缩缩脖子站到了唐新爵的后面 他小幅度扯了扯唐新爵的袖子 难掩兴奋 我猜对了 果然和我之前猜的一样 303寝室根本就没死过人 这个寝室连续两名男生被告密者击倒是事实 但被攻击的人都很快被抬进宿舍里 谁也没看到他们彻底咽气身体消散的模样 唯一的佐证就是游戏提示考生死亡的声音 但如果这个死亡提示 其实不是303里的考生死亡 而是告密者死亡的提示呢 郭果越说越兴奋 他终于体会了一次唐新爵说出推测时的思路 一旦找到最核心的线索 所有的逻辑点就自然而然的一一对应上来 全场第一个死亡提示 可以说是303被偷袭的倒霉男生 同样也可以说是阴智男生的告密者室友 而阴智男生寝室之所以只出现他一个人 就是因为他的室友被303用某种方法反杀了 同样的逻辑换到303第二个死亡的考生身上 对应当时悄无声息死去的告密者 应该正是大个子寝室里 隐藏起来操控毒虫的人 现在本来应该在303死亡的两个男生 都毫发无损地站在阳台上 更验证了这一事实 郭果兴奋之余还不忘记问唐新爵 君神 你最开始是怎么发现的 他们倒下的时候 从精神力领域看过去 灵魂火团并没有消失 只是暗淡了一下 回到寝室里后 生命力就恢复了 死亡提示响起的时候 真正有生命力波动的方向 是来自其他寝室的 郭果再次直观地意识到 精神力是多么变态的大杀气 怪不得学生商城里标出了天价 高颖寝室要全寝供养一个人发育 连游戏都要给我们这么高的难度 郭果被自己最后一句 突然冒出的想法吓了一跳 他还没想清楚这个念头是怎么蹦出来的 就被唐新爵突然向后一推 再被郑婉晴眼疾首快 挽腰送到寝室门内 这么一连串极其快速的动作下来 他才有时间抬起头 然后就听到一阵响雷似的炸裂巨响 无数道黑影乌泱泱同六楼飞了下来 第三波捕捉开始 这次他们的速度实在太快 连唐新爵都没来得及数出 共有多少只就转瞬到了眼前 深蓝色鳞片 白骨翅膀 巨大利爪 一米左右的身躯 与上一轮变异的那只精灵一模一样 防护杖 六楼所有还站在阳台上的考生 都在看到了这一幕后 做出了一模一样的判断 只有一两只正面钢也就算了 这可是至少有几十上百只 同样俯冲下来 他们根本没有反应时间 这些变异精灵很快就全部飞到了下一层楼 只有唐新爵用马桶拆吸住两只 全打晕了塞进斗篷里 他和郑婉晴肩膀也各自留下一道血痕 别动 等我拿药 张油和郭果立刻按住两人 郭果先火急火燎用驱魔术试了一遍 精灵留下的伤口没有魔法痕迹 他才放松不少 但当张油喷完止血剂和恢复药 两人松弛的眉心又重新皱了起来 药物没有用 两道深深的伤口只有十分轻微的改善 总体上依旧血流不止 唐新爵摇摇头 是毒素 精灵爪子里藏着毒线 毒素会留在我们伤口里 唐新爵扯下一块绷带 将伤口牢牢缠了好几圈 出血情况才有所好转 他本来就犯着冷白的脸颊 现在直接白得像张纸 语气还是很温和 等比赛结束 我们从商城拿点解毒剂 搭配止血药一起用就好了 现在就买 没钱 现在在商城买 至少要花双倍几分 郑婉青伤口比唐新爵浅 一听到谈钱 馋了一半的绷带都差点扔下去 我也没钱 留点血算什么 正好和我左胳膊凑一对 就当免费纹身了 他一心升级拳头到顶级 再搭配一身炫酷的钢铁铠甲 看积分看得比罐头里的肉还紧 要是在比赛里大出血 半夜蒙着被子都要蒙女落泪了 张油皱起眉 罕见的不肯让步 要是郭果受伤 三倍积分你俩也会买 那等郭果受伤了再说 第183集 要是郭果受伤 三倍积分你俩也会买 那等郭果受伤了再说 他们没能抽出多少时间谈这一话题 很快将注意力转移回比赛里 变异精灵这次的速度 比上一波快了太多 等他们包扎好伤口 精灵已经再次从一楼扫荡上来 带起一片鬼哭狼嚎 通过敏锐的动态视力可以看见 有十来只精灵翅膀下 都抓住了考生 考生们疯狂挣扎 但精灵飞得越高 他们挣扎的幅度也直线下降 甚至趋近于等死状态 从六楼坠入一楼地面血雾里 怎么可能有活路 从三楼忽然想起一道破罗嗓子喊声 往其他寝室里逃 跳进去 被抓上高空的考生们愕然下望 便见到307寝室阳台前 一个和四周气场格格不入的黄毛男生 正在用力招手 扒着护栏冲他们笔划 跳 众人瞬间明白过来 他们跌到一楼 必死无疑 但要是能跳到两边高层其他寝室里 就还有一线生机 精灵们飞到六楼上方就会扔人 他们已经没有任何选择空间 只要能抓住一丁点希望 就会毫不犹豫去做 只要这些陌生寝室的考生 愿意收留他们 随着头顶一声利嚎 十数之精灵同时松开尖招 到这种时候 其他寝室是什么想法 被扔下的考生们已经管不了了 他们拼尽全力 向两边寝室张开手 恨不得甩出身上所有的技能和道具 哪怕只能稍微改变一点方向 再一点 再一点 让我们活下去吧 一张白色大网从空中弹铺 牢牢粘在A洞612阳台边缘 下边挂住了一名高大偏胖的男生 像只巨大的蜘蛛般死死扒住墙壁 手忙脚乱的向上爬 612阳台上站着三个短发女生 犹豫虚语 还是搭了把手 把胖子拉了上来 胖子劫后余生的趴在地上大喘气 看着外面的考生宛如下饺子一样坠落下去 后背已经渗出一层冷汗 能在6楼或者5楼迫降 当然是最好的结果 再往下到4楼3楼就免不了要受伤 2楼1楼更不用说 砸下去就可以直接淘汰了 和胖子一样幸运落在6楼的还有三个人 其中一个精瘦的矮鸽子男生 没用道具 而是在掉下来的瞬间 抱住了精灵的爪子 借力把自己荡到了6楼 正好扒在护栏底部 矮鸽子男生呼出一口气 背后是此起彼伏的尖叫 他不用回头也能想象出 那些无助又绝望的表情 然而比起同情别人 他更愿意在心里夸自己智商和反应 能把握住别人把握不住的机会 活该他比别人活得更久 这么想着男生脸上甚至不禁露出一丝庆幸的笑容 直到他爬上护栏 笑意瞬间僵在脸上 护栏内侧 四个女生正默默注视着他 矮鸽子男生嘴角轻轻抽动 抬头看了眼门牌号 606 哎呀糟 我下来的时候 为什么没看清楚门牌再跳啊 整场比赛到现在 也许有考生还不知道精灵长什么样子 但绝对不会有人不知道 B动606 这个能让比赛局势两极反转 要么不出手 要么不留活口的可怕寝室 规则虽然庇护考生之间不能攻击 但兵不血刃就送人上路的方式 有无数种 对方万一想除根所有潜在竞争者的话 一滴豆大的汗水流下太阳穴 矮鸽子男生看见距离最近 也是四人中 也是四人中为首的马尾女生 向他伸出了手 需要帮忙吗 唐新爵也没料到 会有人正好跳到他们这里 他看了眼还在上空盘旋的变异精灵 准备先把人拉上来再说 虽然黑色星期六烟花的霉运时效 应该已经所剩无几 但剩余的死亡名额也越来越少了 截止到现在 已经有87名考生被淘汰 一旦这个数量达到100 寝室有意联赛 会被直接判定为失败 所有人都要功亏一篑 这也是他之前 没有试图把告密者寝室全灭 而是留了两间寝室 没有下手的原因之一 只有先保证比赛继续 才有最后清算的时候 可没想到他刚伸出手 护栏外的矮个子男生 就像看到了什么极其恐怖的场景一般 不仅身体疯狂厚仰 还迅速掏出一个圆球扔进阳台 百物瞬间从地面炸开 是烟雾弹 唐欣诀立即拉着室友后退 烟雾阻碍肉眼视野 却对精神力毫无影响 他沉着眉心调动精神力看去 便看见男生已经趁着这几秒跳到了隔壁阳台 隔壁是607和608寝室的地盘 此刻阳台上却空无一人 两扇落地窗巨是一片漆黑 只能看到玻璃上的血红色巨大插号 非常巧合 这两间寝室的全部考生 均在前面的任务环节被淘汰了 使阳台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无主之地 矮瘦男生一番进去先是一愣 然后就是狂喜 还能抢到这种便宜 果然连老天都在帮我 男生彻底安下心来 脸上不仅重新露出笑容 还迫不及待站直了环顾四周 直起身体的刹那 他脸上的笑容再次消失 只剩下猛然睁大的眼眶和收缩的瞳孔 我的身体 同一时间所有被这边动静吸引过来的考生 都瞪大了眼睛 众目睽睽之下 矮瘦男生的下半身毫无预兆的消失了 将烟雾驱散开 六零六四人看到了 就是矮瘦男生抱着自己脑袋哀嚎的身影 他胸部以下已经尽数消失 空中剩余的身体部分也在飞快消散 就像被某只看不见的橡皮擦 一点点擦除了一样 第一次见到这种场景 连本来想骂人的郑婉晴都挣住了 唐欣诀沉声开口 这是规则惩罚 如果男生跳进的是一个有人的阳台 惩罚或许还来得不会这么快 阳台是寝室领域的一部分 如果寝室已经传灭出局 那么剩下来的阳台会被判定为何种状态 如果外来考生进入淘汰寝室的阳台 会不会也被判定为同类 在紧张的比赛节奏中 很少有人会思考这些问题 除非他逼到了眼前 随着最后一点身体消失 游戏提示响起 矮瘦男生用死亡 给了众人一个不太乐观的答案 十三个人被扔下去 活了十个 唐秦爵简洁扫尸一圈得出结论 最倒霉的一个摔在二楼重伤 剩下的大多在五楼六楼 找到了临时落脚点 他们本来以为能松一口气 现在却大多数看着 矮瘦男生死亡的位置 脸色变幻复杂 进入空阳台会受到惩罚 那有人的阳台就真的安全了吗 第184集 307阳台上 马晓波终于松了一口气 由于同一栋楼视野限制 他看不见矮瘦男生 在六楼灰飞烟灭的情况 只知道大多数考生 都成功找到了借助的阳台 心中十分高兴 趁着下一波精灵还没来 他赶紧看向盾牌女生 你伤口还没有好 我继续去屋子里找绷带和药 需要的时候叫我一声就行 刚才事发仓促 他只来得及扯了个外套出来 暂时充当包扎 但衣服怎么能当绷带用呢 对伤口也不好 他心中多少有点歉意 没等回答 就马不停蹄跑到寝室里继续忙活 找的时候 还不忘记和站在阳台上的盾牌女生聊天 对了大佬 你知道自己要抓的精灵数量吗 也不知道这个游戏给的标准 在哪里才能找到 信息 大佬你怎么知道的 怒现在已经抓了五只 死守侮辱 岂不就是马上通关 这种信息啊 一般都是比赛刚开始的时候 给出提示 要么就是藏在寝室里某个地方 寝室实力越强 数量要求就越高 岳穷的声音突然插了进来 他似乎找到了感兴趣的话题 似笑非笑地搭话 比如我们得到的提示 是捕捉十一只 盾牌女生没有搭理他 也相当于默认了这一解释 至于通关 女生转头看向天空 没那么简单 越接近捕捉数量的标准 难度就会越高 精灵已经进化了两次 谁也不知道第三次时 会以什么形态出现 而现在距离捕捉实现结束 还有十五分钟 天空中 圣余精灵还在嘶叫着盘旋 似乎并没有离开的意思 为什么他们还不走 就像是在等待什么一样 下一轮迟迟没有来 盾牌女生皱起眉 不知为什么 她心中有一股 极其不舒服的预感 时间每过去一秒 这种感觉就愈加强烈 她忽然转过身 叫住了马小伯 别找了 我先送你回警示 啊 我还没找到 别找了 哦 好的 马小伯挠挠头 听话的起身向外走 却在目光不小心撇到一处时 身体猛的一僵 她以为自己是眼花看错了 她连忙举起手来仔细看 瞳孔中映出不可置信的茫然 迎着窗外的视线 她的手臂反射出鳞片的蓝光 一片又一片寸寸扩散 当马小伯看清楚手臂上的东西 她彻底僵在原地 寝室外 盾牌女生立刻觉察到不对 马小伯 第一次 屋内男生没有麻利应声 也没有动弹 从她的方向望去 只能看到男生挡住脸的 颤抖不止的手肘 盾牌女生心头一沉 立刻向里面迈去 对方好像这才回过神来 两条手臂搭了下去 惨白的脸上 露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 她张了张嘴 露出一个比哭 我好像要死了 女生目光落在她身上 马小伯的两条胳膊上 深蓝色的尖锐鳞片 从肘窝一直蔓延到手腕 还在向四面八方飞速扩散 握紧盾牌 女生肩步冲进去将人拉出来 刚握住马小伯的肩膀 手心就涌上了一股冰道极致的寒意 她动作微不可查的一致 此刻马小伯的身体 与精灵身体的触感一模一样 纵使脑中惊涛骇浪 她到底不是擅长分析的类型 只能先把人带到阳台上 再通过精神连接求助唐心诀 然而 就在这瞬息的时间内 马小伯身体表面的鳞片 已经以难以想象的速度 扩散到脸上 脖子以下所有暴露在外的皮肤 更是完全长满 反射出不祥的幽兰光线 大龙 我 我不 其实 马小伯痛苦地扼住自己的喉咙 声带变得扭曲诡异 发不出一句完整的声音 附近阳台上注意到这边的考生 全部吓了一跳 有人吃惊地问 同学 你寝室里出了精灵 被盾牌女生冷冽地看了一眼 这人一个哆嗦缩了缩脖子 才注意到不对劲之处 这只精灵的头部 分明是人类考生的脑袋 或者说 这是一个人类男生的脑袋下 长出了一只精灵的身体 震惊与恐惧相间的叫声不断响起 越来越多的人被吸引目光望向307阳台 盾牌女生对此视若无睹 他严肃又专注地听唐新爵说话 唐新爵的声音同样进着冷意 规则惩罚开始 他已经变异 没有时间了 早在马晓伯刚刚进入307阳台 唐新爵就提醒过盾牌女生 不要让对方待得太久 现在 一语成证 已知这场比赛有许多不可以违反的规则 阵营规则 攻击规则 任务规则 死亡规则 矮兽男生的泯灭则表明 就连考生所处的区域位置 也是有规则限制的一部分 离开自己的寝室 就会受到惩罚 盾牌女生脸上面无表情 在精神连接中的声音 却非常急促 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吗 我有盾牌 我可以把鳞片刮掉 你通关与刮骨疗伤呢 唐新爵用精神力 看着瞳孔已经开始扩散的男生 抿了抿唇 两个方法 一是现在就让他通关 离开副本自动恢复 二是送他回自己的寝室 有百分之十的概率能活下去 但在另外九成的概率里 依旧无法扭转死去 我送个下去 他把马小伯托起放到护栏上 男生顺从地垂着手臂 哪怕鳞片已经覆盖了大半张脸 也始终没有因为极度痛苦和恐惧 而西张释放毒液 始终扁平地贴着皮肤 直到思维也开始混沌不清 他抬起头看着盾牌女生 还是发出和之前一样的单一音节 似乎想表达什么 盾牌女生听不懂 但是唐新爵听懂了 他不想回到自己寝室 为什么 唐新爵看着马小伯 逐渐熄灭的精神火焰 无声地叹了一口气 他撑不住了 等他变成精灵 他的室友实力不够强 没有能力控制住他 反而会被他害死 如果留在你这儿 你将他收进斗篷 还可以给你加一份 就当感谢你之前救下他 将他收留在这里 马小伯彻底垂下头颅 他染成金黄的头发枯萎掉落 长出了怪物崎岖尖锐的触角 盾牌女生下意识捞住他 防止掉下去 下一秒面前的头颅却突然抬起 盈绿的眼睛充满恶意 发黑的嘴唇裂到耳根 发出一个熟悉的丝鸣 一条长满口气的长蛇 从嘴重燃刺出 彻底变异了 唐欣却睁开眼 揉了揉使用精神力后 有些疲倦的眉心 在看到马小伯变异形态的第一时间 他就将精神力视野 共享到6064人脑海里 现在所有人脸上都颇为严肃 这次他们看见的和前三轮出现的精灵模样都不同 之前的精灵无论身体大还是小 有翅膀还是没有 都始终维持着怪物的身躯形状 与人类大相径庭 但现在的马小伯 虽然完完全全变成了精灵 四肢和躯干却还保持着人类形态 既属于有怪物的攻击力 又保持了人类的攻击和行动方式 甚至更加棘手的事 张游的眉心打了个结 他还有智商 第185集 三楼忽然传出一道尖锐私教 长发女生甩开带着血迹的发丝 将盾牌插入精灵的咽喉 人类的脖子被这么插入一半 肯定当场咽气 但马小伯的身体却还在诡异地颤抖 没过半秒 他的双手双脚就像融化的液体一样 开始拉长 鳞片下的利爪变成口气 整个身体俨然分化成了核心躯干 和五条一模一样的舌头 继续对盾牌女生发起攻击 女生没有抽出盾牌 而是低声念出一句咒语 周深顺便出现四道一模一样的盾牌 同时做起来的口气 这就是他一直操控着 用来远程与告密者打架的招式 盾牌虚影 只是在此之前 展现在所有考生眼前的 仅有一道虚影 此刻却赫然同时召唤出树导 且各自宛如有意识般挪移变换 盾牌女生脸上也丝毫没有男色 原来他之前也藏了桌 真正的实力层次直到现在才表现出来 隔着几步之遥 月穷悠哉地看着这一战斗场景 既没有帮忙的打算 也没有落井下石的行动 他就像一名兴致盎然的旁观者 一边津津有味地看着好戏 一边还要点评两句 哟 情绪波动达到峰值了啊 原来如此 同伴相残 这就是你不能接受的逆龄吧 果然啊 执拗的行为逻辑都要伴随着心魔 闭嘴 盾牌女生从未觉得一个人的声音如此过躁 甚至超过了最开始那个滔滔不绝 总是自称在下的文邹邹男生 他手上一用力 赤红的鲜血从马晓博脖颈内喷出 就好像这具身体依旧属于人类一样 被溅了一身血 盾牌女生却反而冷静了些许 他抽出盾牌 没去管剩下四根依旧在乱舞的口气 而是直接扯出斗篷 黑色斗篷在女生冷落冰霜的表情中 向马晓博照了一句 人已死 他的愤怒没有意义 一切该结束了 两栋宿舍楼的无数阳台上 其他考生们也默默看着这一幕 其中 刚刚从精灵力找下逃生 正站在其他寝室陌生阳台上的考生 脸色惨白一片 毫无血色 在此刻的马晓博身上 他们仿佛看到了接下来的自己 如果这真的是比赛惩罚 那么他们会不会也 也变成这样 就在下一刻 一件出乎所有人意料的事情发生了 两根口气突然夹住罩下的斗篷 将他猛地掀了起来 盾牌女生猛然后退一步接住斗篷 好在他没有从战斗状态脱离 第一时间挡住了精灵的攻击 三层楼上方 拨过一个机灵从精神力视角睁眼 恶然道 斗篷不能用了 不是斗篷失效 是因为他现在状态还有一部分是人类 斗篷只能用来装精灵 如果精灵躲在人类的皮囊里 斗篷也就不再具有克制力量 除非 他展开精神力 深深叹趣 盾牌女生就地翻滚躲过一击 锐利如刃的审视目光刚落在马晓博身上 就听到了唐新爵的声音 他躯干从上之下三分之一处 切开那里 那就是他的核心 声音落入脑海 女生毫无犹豫举起盾牌 趴着护篮转身回旋 将硝金如土的金属 插入怪物的躯干内 狠狠一挖 一块已经与胸腔粘在一起 一半星红 一半暗蓝色的腐烂心脏 咕噜噜滚了出来 精灵疯狂扭动的身躯 像被按下停止键 又像是失去了动力源 有那么一瞬间 他布满血污的脸上 重新浮现出属于马晓博的五官 用一种只有人类 才能看懂的表情 望向盾牌女生 他似乎想说什么 但只是微微张开嘴 没有声音 然后再次暗淡 彻底消逝了 他的身体轰然倒塌 飞快萎缩成为 没有生命力的一小团 这次毫无反抗地 被斗篷罩住 变成一颗新的精灵球 在马晓博被彻底宣告死亡的时刻 天空中盘旋的变异精灵们 仿佛收到某种召唤 散开没入楼顶 不可见处 再无踪影 一个考生望着天空 轻声呢喃 第三轮 结束了 一轮的结束 意味着下一轮的开始 那么第四轮的精灵 现在在哪里呢 没有人出声 在诡异的沉默中 许多人不约而同地 看向几个位置 坐落在两栋楼的不同寝室内 共有十名脸色苍白的过分的考生 他们直直站在护栏边缘 正死死盯着马晓博死去的方向 同学 同学 A洞612寝室阳台上 三个短发女生迟处地站在一名肥胖男生身后 试探着叫后者 却没得到回答 胖子是在刚刚被精灵高空抛坠时 挂到他们寝室旁边 被他们一时心软拉上来的 可当看到马晓博的下场后 他们的心底不由得开始打鼓 本来胖子除了过多害怕之外 一切还算正常 可不过短短几十秒的时间 就在游戏提示马晓博死亡的同时 胖子就像被什么东西吸引了一样 直勾勾处在原地一动不动 对外界毫无反应 三个女生对视一眼 心中同时浮起一个猜测 果然就在下一秒 随着远处传来一声尖叫 胖子突然猛烈抽搐 皮肤大片大片脱落 宛若被从里面划开 钻出来取而代之的 则是一只肥瘦的巨大的蓝色精灵 快把他们送回自己请示 没有的 已经来不及了 目睹十名考生同时变异 有人惊慌失措 也有人后知后觉认清了现实 从最开始 这些考生被精灵抓住的那一刻 他们的结局就已经形成 而且从未存在过更改的可能 哦 这就是第四轮啊 月穷不知想到了什么 眼睛又弯了起来 嗯 十只精灵 只能分给十个幸运寝食 送多周少啊 可惜了啊 如果当初你们多救几个人 现在或许还能多出几只精灵啊 他语气轻松愉快 仿佛这些死去的不是活生生的考生 而是可以变现算计的货物一样 令听到的人很难不几倍声寒 顺便提醒一下啊 现在距离捕捉时间结束 已经只有十分钟了 如果这一环节再拖他下去 你们确定能完成自己的捕捉数量吗 不少人神色微变 他们亲眼看着刚刚救过的同类变异成怪物 哪怕明确知道 只有杀了对方才能得到精灵球 也难免有些不忍下手 但是比赛步步紧逼的时间节奏 却不允许他们优柔寡断 一楼和二楼陷入死寂 就在五分钟前 这些嘶吼不止的精灵 还是他们的室友 现在 却已经是亟待被捕杀的怪物 但他们无法阻止 只能让自己不抬头 不去看上面激烈的战斗 已有学生死亡 叠加难度1% 当前总叠加90% 已有学生死亡 当前总叠加91%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一下